哎哟 走快点啊 不要以为现在大太阳底下不会下雨啊 我没有带雨伞出来 救不到你啊 蛤 这样大个盒子没有雨伞 没有啦 喂 这样莫省的 什么是DRT 哦 你不懂吗 DRT是最贵心的啊 DRT就是你的地方 没有巴士去到LRT的话 你去到DRT指定的点 就可以载你去LRT了 这样神奇 嗯 而且一块钱罢了 一块钱 又方便又省钱哦 哇 这样DRT啊 可不可以带我们去找吃呢 暂时没有这个服务啦 可是我们的地方四分钟就到楼了 四分钟啊 走屋 走 好咯 我相信说呢 住在PJ区啊 又或者说 住在Paremao一带的朋友呢 对这间店应该不会陌生啦 是 就是这一个原济家乡鱼头米 更厉害的就是呢 这一间店明明就是出名鱼头米 但是我们偏偏就不要点 对 因为我刚才说呢 它还有其他菜是需要推荐给大家的 是啦 这里呢 就是有叫菜吃饭这样子啦 然后它整个呈现就是好像我们喝喜酒的那种酒席菜 就是因为那个老板呢 以前以前就是在那种酒楼打工的 就厨师嘛 是不是 然后后来自己出来做的时候呢 就卖鱼头米 也卖得很成功 突然间那种老顾客讲 诶 你以前不是在那边啊 有煮草啊 做主厨啊 对啊 很厉害啊 OK OK 这样又把这些菜色呢 也做出来家 是 那我们今天摆在桌面上呢 就是老板推荐我们吃的 首先有这个 家乡蒸松鱼头 这是来自太平的家乡蒸 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先吃这一个 因为要趁热吃 然后这个 然后第二个 迷你老虎会 就是有虾 辣辣那些 就是一个海鲜包这样子啦 我觉得它的那个汤汁也是蛮特别的 是老板他们自己自创的 有一点像更漂亮版本的汤汁 奶油 奶油 但是是汤的 然后是有点辣的 OK 是 然后这个就是自己制作的这个 咖喱面包鸡 每天做 然后再讲说 最好就是有预订才做 OK 最后一个就是我最爱的 Fat food 咖喱勇 来 我们先吃鱼头 我觉得这一个鱼很新鲜 然后它的肉是非常的滑嫩的 再加上那个姜丝跟蒜啊 应该是有炒过 然后才放上去一起蒸 所以它的那个精华 全部就在那个鱼肉上面 我觉得呢 厉害的地方是因为你看 它的那种佐料啊 就比如讲有这种姜丝啊 葱啊 蒜啊 一大堆有没有 把它埋起来的感觉啊 就是因为你多这种香料哦 酱汁才会更香嘛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一条鱼很肥哦 所以那个肉是厚厚的 新鲜 是一定新鲜的 重点是蒸的那个火候很重要 蒸到刚刚好 是能过老 所以它会保持那种鲜度 好啦 第二个是迷你老虎会 它的虾哦 不是那种小小吃的虾哦 是很大吃的哦 我觉得好像很妙 这个汤汁 浓郁的来 它不会太奶 它是这样子 还是比较稀水一些 但是是有加了一些奶的 有像那个甘香的味道 是不是 而且它有放了很多那种配料啊 好像葱啦 然后有姜丝 小辣椒那些在里面 你喝的时候还会喝到小小颗粒感 非常的鲜甜啊 也是 因为它就有不同的海鲜在里面嘛 特别有虾 鱼啊之类辣辣之类的嘛 所以它就把所有的鲜味呢 都煮在一个锅里面 那么净化都在里面 它还有酸酸辣辣的诶 那黑色的 香料的叶子啊 什么有香茅啊 然后有酸干叶之类的 就是放了蛮多的香料的叶子 也混在里面 所以有点像牛奶的味道 风味 然后又很独特的一个味道啊 就是他们加自己吃的 发凌出来的这个口味啦 对 我觉得它用了海鲜跟那个汤汁 一起包的时间也是蛮够的 因为它的虾里面哦 就是充满着那个汤汁 今天如果是两个人来的话 点一锅这个就够了 一碗饭 你就可以好好配这一锅 海鲜包了 已经很够了 因为它的味道已经很足够了 你知道吗 很多风味啦 对对对对 就很过瘾的这一包很厉害 好 这一个 咖喱面包鸡 怎样你今天这个也打算 把皮撕下来 那个外皮一层层撕了才吃是吗 刚才我就有这类的想法 难撕那个皮吧 是很容易撕的 哇 你这个撕皮之熟啊 我觉得这一个面包咖喱鸡 就是要捏了过后 然后直接沾它的那个咖喱汁 一起吃 才是它真正的口味嘛 然后我以为我这样讲 同样的点 就算你今天来这边 没有点这个 没有点这个 不用紧 你只是点这个也够饱啊 因为它的面包是做的 比较厚实的那种 它有饱铺感 对 你放在嘴巴咬的时候呢 一人一两片的面包 再沾这个咖喱鸡就够了 我的食量比较小啦 所以我是够的啦 刚才不是讲到饭呢 那是要配它 如果是没有点这一些 对 重点是它的这个咖喱鸡 对 它的面包的口感很好哦 是不是 淡淡的那个牛油香 然后再沾上它这个咖喱 咖喱又不会太咸的那种 也不会太辣 也不会太辣 我觉得这个小孩子 都可以吃的咖喱面包鸡 对 因为它这个咖喱真的是做的 很大众化的那一种哦 就很好搭哦 就刚刚好 它的那个 其实我觉得发明咖喱面包鸡 人是很聪明的 嗯 很绝的这个搭配啊 这样有给它想到 可是我觉得过后啊 老板可能可以把这一个 迷你老鸡柜放在中间 我也可以哦 是哦 是哦 也是有那个酱鸡啊 这个酱鸡酱尿 什么都可以配的啦 我们其他的不用点 点这两包 这个也是好吃 真的吗 你赞你赞你赞 那面包 对吗对吗 嗯 就是因为这面包厉害 它吸不到它汤上吸了 还是没有说一吸到汁就软软 对对对对 是不是那种 可是它比较它比较坚强 面包坚强 最后一个 来 佛波菇老肉 我觉得它的外形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平时好像喝喜酒啊 都是原来说它是没有这种脆皮出来的 然后中间是菇老肉 第一个要看的也是它的这一个 佛波本体的这一个芋头做的好不好吃 哇 真的有比较厚一点 是 它中间的那个芋头是不一样角色的 其实我觉得它是跟那个 我们上次的那个乳包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只是这个比它来的厚 那个酥脆度是一样差不多 因为是一样的一样东西嘛 可是它的形状不一样 还有它的厚度会影响口感嘛 调味也是不一样 我觉得有跟我们平常吃的比较浓一些 试试看 古老肉 这种古老肉的那个酱我喜欢 不会太甜腻是不是 应该是说酸甜度失踪 我觉得它的那个菜跟肉的那个分配啊 刚刚好 因为它就是炒在一起有 咖啡豆啊 青瓜啊 洋葱 那些全部很新鲜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那个 它们自制的调料 就整个不会很腻 然后很新鲜的感觉 最重要的事是呢 如果你觉得来到这个 元季家乡鱼头米 这里只是吃鱼头米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记得它这里还有九楼菜 所以呢 就可以让大家一致过品尝 品名食物 还有九楼菜色 吃鱼子 叫鱼子 到 哈,Paramount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好地方 我们应该下了那个站之后,走路来到这一区 只有三间的鱼头米可以选了 刚才那一间,然后现在我们这一间 还有底下那一间,不过我没有拍 哈哈哈哈 可是这一间也是数一数二的 因为呢,已经经营了16年了 罗师傅鱼头米 之前呢,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一道 拿送鱼头米 跟你讲,这个来头不小 老板讲哦,weekend的时候 每天可以卖40公斤 只是买它的鱼吧,我买40公斤 很厉害耶 是吧 然后,要吃之前呢,我们的producer跟我讲 不吃这个啦,因为这个包很久了 这两个都是那个石斑鱼 一个是上汤的,然后一个是炸XO石斑 对 先吃上汤了吧 会了啦 我们已经想要吃这个Cocococ了 现在突然讲,去那个鲜啦,吃这个鲜啦 来 哦 哦 我刚才坐在这边哦,就一直有闻到那个花雕酒的味道 对啦,刚才一碗盛上来的时候已经有一碗的power了 三碗盛上来有三碗的power了 你现在感觉到我们的鼻子,如果吐吹了气也是香的 厉害吗?夸张吗? 哈哈哈哈 刚才听老板讲,它是用物片来熬煮哦 有鱼骨跟这些鸡骨一起熬煮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哦,一锅汤底啊 它熬了整一天的时间 美国汤的那浓郁度 再加上就是跟这些石斑鱼一起煮的话 那鱼的精华简直就是一整碗的亮点 试试看它的米粉和石斑 哇,这个石斑的肉没有再吝啬哦 骨头又少,可是又很好咬 这一种的吃法就可以吃出那个石斑鱼的鲜味 因为它完全没有炸过 我相信炸过之后呢,它会出的鲜又香 对,你咬下去它就是有 好像自动帮你弄成一小块一小块这样子 非常的Q弹 如果你是想要再比较清淡一点的话 我觉得你点这个款 就是能够吃出那种鲜甜的那个美味是不是 就比较简单的 不会那么多复杂的味道 它就是鱼香然后鲜甜 然后还有它的上汤的那个甜味 所以如果你要再更香的话 就要吃炸过的这个石斑鱼啊 它的汤就有加了一点生奶 这比起刚才的上汤会多一个奶的香气 这个的汤底就比较丰富一些 因为呢,就除了有加了那个淡奶啊 喝起来比较滑一些之外呢 我觉得要放了那个番茄 是 提出一点点的那种番茄的小酸味 就更加的开胃,有没有 这个粗米粉应该也是吸饱它的汤汁了 哦,它还有放这一个咸菜 那个酸甜的味道就是从番茄跟咸菜 哇,炸过的石斑鱼啊 很香的咯 是不是是不是 嗯 找到外皮有点脆脆金黄色的那样 表面有一层那个粉皮啊 然后弄到那个鱼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嗯 所以我觉得口感上呢 还是叫粗米粉的比较佳一些 口感上的话就比较多层次一些 鱼的那种脆啊 这个外表的脆啊 然后又有一些米粉的这种厚度刚刚好的 就吃起来还蛮爽口的 来,我们最后的这个重头戏了吗 对啊,刚刚Police阻止我 不要给我先吃的啊 对啊 这个就是炸XO松鱼头 它这个连骨头都可以吃进去的 就是炸到脆脆 对啊,这个直接摆在你嘴巴 直接吞 那个骨头也是可以吞的 因为它炸到很脆的 嗯 炸到粉碎吧 进口然后blender这样 可是这个松鱼的那个鱼肉的口感 又不一样耶 跟这个石斑 它就比较扎实一点点 好像吃饼这样啊 好像薄薄脆 好辣啊 我觉得它这个鱼头的部分 真的是炸到好像一种零食这样 有没有 停不下来 难怪这样多人喜欢吃这一款啊 那是因为呢 这间店它早前的都是鲜 popular的就是这一道 是 每个人都冲着它而来的 嗯,过后呢 就有顾客说 可不可以出别的鱼啊 所以他们就出了这一个石斑的啦 对啊,可是你看现在好像 现在的时间就是三点多 顾客还是满满的 所以相信说呢 它的实力有在 然后每个人都对它的美食呢 是很爱的 所以你看一只都是有人流的 很快的,很好生意的 你们要来的话呢 真的看运气 就如果刚好有位置就做咯 如果没有位置的话 排队咯 就等一下咯 哈哈哈 OK啦,还有一个零食 这个零食厉害咯 这个我妈妈也是很喜欢做的 就是用那个马娇鱼啊 把它做成一些鱼肉啊鱼饼啊 很弹牙的这个 你有假牙吗 你有吧 我也没有啦 做什么咧 我的做作人不能吃 因为它夹牙 它这个太弹了 弹牙会粘到夹牙树的 然后怕夹牙会掉 弹到掉牙 这样我们就没有这个反倒 有没有这样弹哦 哈哈哈哈 不过这种真的是蛮吸引的 OK 这样子看好像鱼的啦 真的很弹 这种鱼你煎过或者炸过呢 是特别香的 这个也没有放粉吧 还是直接让鱼肉 一块一块就直接弄了 就放去那个油锅里面炸的 哦 对 是不是很香呢 很香耶 这个零食也是吃了停不下来 可是我觉得配面吃 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不过我觉得呢 做吃的还是要看那个 老板啊 或者厨师们的这个功力啦 而且还要看它的热忱 做这种鱼饼啊 很耗时间 马脚鱼的肉拿出来之后呢 还要打到起胶 它还可以变成这么弹牙 这马脚鱼是不是 那种这样子的手法 对对对对类似吧 不懂它怎样做啦 可是你要怎样的话 你要把那个肉打到它出胶 起胶 拿去炸 它才会Q 也是不同样的学问啊 所以的话花了几多心思 在做这一些美食啊 诚意满满啊 难怪这样都有顾客啦 是啊 那我们下一间是什么 鱼童米啊 诶不是鱼童米不是啦 是一点不一样的也是 可是带你去吃 哦 没关系 哇 一跳跳这样高级啊 我没有想到啊 Paramow 这一区有这么好像很高档次的 对啊 就在炸货店楼上 超级不起眼 我觉得是品尝的这一个美食 它的鱼童米都是很受欢迎的 就是要 最好的 要用英文讲是吗 最好的 一定要这样 不然你没问题怎么办 今天吃的这些呢 都比较高档次一点啊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介绍 平时呢 他们是等客户吃完一道 再配一道的 然后当然今天我们不只有 Omakase的料理 也是有A la carte的料理 让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摆在眼前 小小一颗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咧 Itli with fish tartar 不要看它小小一颗这样子 它的味道 它的爆发力是很夸张的 Itli是一个印度米饼来的 它们是先蒸了 有那种白色的啊 对对对 然后上面呢就有这个Fish tartar 有四种鱼哦 再加上一些它们腌制的萝卜啊 然后还有一些香叶在里面 还有放了独特的酱汁 Wakulim的酱 这个是要用筷子吃的 这东西要用那个礼仪啊 这个是要用筷子还是要用手指 寿司当然是要用手吃啊 用手指用筷子 有点难一口的感觉 嗯 都不错了 还有汤 这一口真的很享受耶 坐好过山车的感觉 嗯 就很多味道啊 百感交集的感觉 它有四种不同的鱼肉块 然后再加上它还放了一些腌制的萝卜啊 非常的脆口 你每次咬咬咬咬的声音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这一口下去 可能要咬一个一分钟 因为太多那个味道 你可以慢慢地去品尝 然后呢其实那一个上面的四种鱼哦 平时它们是生的 客户你们可以自行选择 想要阿布里萝卜的还是生的都可以 嗯很厉害一点就是它有放了那个 Wakulim做的那个酱 有一点点的咖喱的味道 所以呢除了可以披掉所有的腥味之外 我觉得就增添了多一种香气 第一道哦就满满的collagen 你看四种鱼也是collagen的 然后再加上这一瓶布 女生吃下去补啊 这个糖熬了很久哦 把那个鸡骨熬到那个糖都变白色 那collagen就全部熬出来了 你知道吗 好第二道呢就是Tenon Saba 这一个是野生的Saba鱼 来请 来到这里就变礼貌了是吗 你有见过这样的顾客吗 没有啊 没有啊 OK啦我们还没有下水到这样了 是啦 这个哦里面有饭的咧 就是那个他们饭的阿桑加瓦饭 也是他们的signature饭来的OK 是 上面的topping呢是那个 wau ginger 野生姜 就放得到一点点点缀这样子 这一个Saba鱼呢 也是有经过那个Abu Vri的啦 有烧了一点点 它的表面是有一点焦香的 它真的很像一个sushi的那个感觉啦 这样一口搞定的东西 你懂的啦 嗯 这个也是有惊喜哦 嗯 掉不掉 掉不掉 那是Assam 酸酸那个就是Assam Jawa 第一口下去 第一个感觉就是它的酸味先 当你一开味的时候呢 那个鱼又来了哦 加那个姜又来了哦 所以整个味道上哦 那个层次是很鲜明的 一步一步来的 嗯 到后面那个姜的味道一上来的时候 哦 整个融合在一起 它这个感觉呢 就好像跟他们做Omakase一样 可能我们现在吃的 未必是你吃得到咯 Facial的哦 对 就让你有很多的惊喜 刚刚那一口就是有惊喜了 是 而且那一个鱼我觉得它 Amburi style嘛 半生熟的感觉 吃下去就非常的滑润 重点还是它的调味 很厉害耶 OK 调到这样 这样吸引人的 这样吸引我的胃口了 来 第三道 哎哟 做到这样精致 我哪里舍得吃你哦 好美哦 你看它颜色 黄黄沉沉 又有点绿绿的 很多的鱼软 有一个油是麻风干油 这个就不可以用手指啦 要用筷子 哈哈 皮就是稍得脆脆的 这个一定要配着它的酱料一起吃 嗯 这个也是惊喜耶 我觉得它的那个酱料的搭配 非常的特别 奶油的那个cream的味道 然后再来就是麻风干 酸甜酸甜的feel 然后整个非常的顺滑的 再加上它的鱼是煮到刚刚好 那它的酱就是刚才你有讲 因为它是加了一些cream chips 算是creamy 但是它从你的地方呢 就是加了那个炒肥干的汁 麻风干的油 所以呢就带了一点点让你油腻的来 又带给你清爽 然后讲那个鱼 鱼的肉本身就很好吃 其实要比较软的 外层 撒得脆脆脆 打满分了哇这样子 才第三道鱼 他们平时会有15道啊 我忘记 我觉得前面我们吃的三道哦 collagen也是满满 然后我觉得它这一个加了那个spinish 也是非常聪明耶 就是你吃了比较奶油的这个主食过后呢 又有一点脆口清爽的菜给你要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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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又有蝦 又有蝦 然后又有鱼鱼 而且刚才你们有看到上面有一层那个泡泡的 是他们的鱼的高汤打到泡的 所以看到它整个造型上是非常特别的 有没有 是的 我太爱这种味道了 有鱼鱼 而且它是甜甜的 是冷面啦 所以一进口就非常的新鲜 我觉得他们每一道菜都有酸的这一个味道 但我没有想到鱼鱼鱼跟鱼鱼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味道会这样好的 是哦 可能刚才的那些是前菜嘛 然后到了主食就整个味打开了 忍不住再吃多一口 我个人很喜欢鱼鱼的 然后放着鱼鱼鱼鱼 完全好像有另外一个风味出来 然后这一道呢 你们也是可以选择你们要生的还是熟的啦 可以要求一下 对对对 重点是我家蛮细心的 这种海鲜啊 海鲜好的 对啦 它是Gallop 很新鲜 这个他们有煎过的 所以这一面很香 有那种焦香的感觉 这个冷面来说对我来说还是蛮新鲜的一种尝试哦 最后一道 就是鲜鱼和鼻木鱼的饭 哇 日本进步了哦 是我 这个是有两种不同的鱼 嗯 鲜鱼跟那个鼻木鱼 然后下面呢就有这个 Assam Jawa饭 然后上面呢就有这个Pickel啊 Sengkwang啊 然后还有大颗的鱼卵 在吃进去之前哦 自己在汤匙上面也要摆盘一下 才可以吃到每一个的那个口感 来咯 来咯 嗯 蛮的幸福耶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鲜鱼 然后这个鲜鱼就是带一点甜甜的 跟这个鼻木鱼的结合哦 很神奇啊 它就是会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对我来讲 嗯 这一盘呢 就跟我们刚才吃的那一个小小个的那个 它是比较大份的 因为同样的饭嘛 是吧 现在就mix了两种不同的鱼在里面 对 无论是口感上 味道上 它就一直抓住你的味 你知道吗 会觉得说你以为我只是这样吗 其实我还有这样的 每一道都有惊喜的感觉就对了 而且这一个鲜鱼的鼻木鱼 它们是用一个 nitsuke sauce 来腌制了 才拿去煎的 更入味了 不要小看这上面topping那种什么 腌制过的那个萝卜 还有那个沙盒 它的那个角色虽然看起来很渺小 但是呢 散发出来那个power哦 是很重要的 你会知道说 哇 它原来这样重要的啊 这样 大颗的鱼卵也是你一咬下去它就喷 对 怎么样 满意吗今天 我非常的满意 当然满意啦 你试下你就懂我讲的东西 不是夸张话的你知道吗 好像我们前两间是比较中式嘛 这一个呢 就是更不同level的一个料理 如果你们就是想要一家人 吃比较特别的菜料的话 可以来到这一边 记得哦 如果你要omakaseva 预订哦 好吃哦 不然预订不到